哈喽 哈喽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杨森斯的节目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的更新视频了 因为我的特斯拉也相对来说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 也没有太多可以跟大家去汇报的 但是最近的话 实际上我的车发生了一些小的问题 我也给大家同步一下 而且我现在是已经从CS店开出来了 整个问题已经维修完 那这个问题的话 实际上我简单描述一下 就是当在车比较慢速行驶的时候 车向右转的过程中 会听到有一些这种类似弹簧压缩又放开的声音 就是呲嘎呲嘎的声音 这声音其实我开始并没有注意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特殊 是不是轮胎上粘了东西什么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现象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所以的话 持去了一周之后 我现在就不得不去联系了CS店 而且并且做了相应的预约和维修 大家有可能也会遇到 所以我之前也看到有一些车友也在那边去咨询同样的问题 所以给大家汇报一下 因为我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的话到了CS店 他们问我能不能复现 其实我认为很自信的认为其实是可以复现的 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我今天去维修的时候 是一个下雨天 那下雨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雨水的状态 所以的话我第一次跟这个维修的工作人员去道路上去做测试的时候 其实没有办法再模拟出这样自嘎自嘎的声音 所以这个也很困惑 但是其实上维修小哥非常的有经验 所以他大致知道是什么问题 所以这话最后其实上也是他们经过测试 也是更换了什么呢 实际上是更换了左右的这个控制臂以及对应的这个连杆 我开始以为是这个方向机 因为你打方向的时候会产生吧 我时间长了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已经有一些车友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并且做过更换了 所以这个现象还是我相信是比较常见的 我修小哥也给我提醒了 这个大概率发生在一些年代相对比较长 因为我这个车已经三年多三年多了 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功率数比较多的这样的车型上面 相信来说是一个磨损会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是突然发生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你晴天的时候更容易发生 这个声音会更明显 所以我当时也录了一些视频 还好我录了一些视频 他们能够好的判断 所以大家注意 一旦你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建议大家想办法去把这段视频录下来 把这个声音录下来 这样的话一方面在你去预约这个维修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上传上去 让他们的人员更早的判断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会有其他的安全隐患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信息给到大家 就是目前来讲 如果你去这个做维修的话 它会让你去更换你的前门的线位器 线位器是什么位置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前门让这个门 旋转的这个幅度受到影响的一个线位器 这个线位器 实际上他们的人员讲这个会有声音 实际上我也没有注意到说有多大声音 而且我也注意到 他们的维修人员在跟其他的车友去做介绍的时候 也会顺便帮他们更换前门的线位器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通用问题 但是是没有到说要去发这个召回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程度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 希望今天的信息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